自行艺术全媒体 art.iphone.com 离开米开朗基罗山中心灵外衣的神秘斗篷 我们驱车来到意大利的马尔米堡 这里以优质海滩闻名于世 湛蓝的海水柔软的沙滩 远处米开朗基罗山洁白的大理石如同哀哀白雪 映衬着这座古老小镇 从文艺复兴时期 马尔米堡港口就作为海运起点 将卡拉拉大理石从这里输送到欧洲各地 成就了无数文艺复兴以来伟大的建筑和雕塑 今天的马尔米堡港口回归了平静 港口公园中心坐落着青铜雕塑有理稀思 它仿佛在海风中聆听着历史的呼吸 守望生命的轮回 古典主义浪漫与当代人文精神在这里完美融合 这件作品的创作者就是著名欧洲艺术家安娜高梅女士 距离港口车程几分钟 就是位于意大利的工作室 安娜高梅为我们打开了艺术之门 这里几乎保存了安娜各个时期的作品 从早期的油画创作到近期的青铜雕塑 安娜的先生沃尔夫斯坦坚持为我们寻找一幅贵画 他说这幅画对于安娜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好奇它会是怎样的作品 原来这是一幅关于心灵外衣的油画作品 原来安娜最富盛名的胶塑作品 心灵的外衣竟起源于一次油画创作 在安娜看来 唯有爱与美才是世间永恒 那么新的疑问又来了 为什么外衣之下的心灵竟然空空如也 而宿坚持位置 ash徒去思细 christ想说 所有的物业开把 我们的心 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自信 非常轻松 曾经的安娜在绘画中是展想象的魔力 她的老师 著名画家沙瓦多达利 在第一次看到安娜的绘画时 驚呼道 您并不是一位女士 当您的感情 一个深刻的感情 一位女士 您的深刻的感情 您并不是很深刻的感情 要保护人家 或是让我看得到现在 不是 是第一个工作 您的感情 您是像一头上 我只能拒絕了五十塊錢 對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 讓安娜無法再拿起畫筆 於是不甘屈服的他 開始雕塑創作 我們是重新的 後來的痛苦 我們更是同一個人 一個人更多 一個人更多 青銅製成的尤里希斯 寫著命運的巨輪 人形的斗篷 斷坐在黑暗中思考 普羅米修斯 懷著無謂與奉獻造福人類 音樂家用音符歌頌孕育文明的河流 他深信美、良知和真理的價值 他用作品傳遞真愛和神性之光 他用藝術家的力量 守護人類的信念與理想 他就是藝術家安娜高美 他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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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